我们待会跟的时候不要跟太近 坐在前座的这对情侣 为了追查案件特地乔装身份 其实他们是调查局特派员 洋装情侣开车跟踪 而这台开在马路上的计程车 外观很小黄一样 却是调查局的改装车 办案人员假扮司机 眼人耳目 沿路 搜集证物 只要是贪图案件 都逃不过调查局的眼睛 所以我呼吁 所有想要去从事 企业贪图的部分的话 尽量不要以声示法 宣誓打击弊案决心 这位个头娇小笑容和善的女性 竟是同事口中的铁娘子 也是经济犯罪防治处 第一位女性处长林玲兰 昨马上任不久 不只成立企业速贪科 还下令侦办详硕炒炒股的重大案件 我们在一个协议电子公司 就曾经在当事人的家里的衣柜 或是保险箱里面 我们就曾经查获到10亿元的现金 30多年的办案经验 让他从10年前反弹行动开始 一共查出670件企业不法 犯罪金额多达2900亿元 我们现在可以透过国际洗钱组织 至于对案的部分 我们可以透过海峡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 都可以做到资金清查 企业弊案连环报 犯案手法也不断翻新 大动作成立专科查契 就怕企业炒股内线交易 影响股市 3日新闻黄大风 陈一杰